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之战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哈哈桃 这个说到吃火锅呀 我光想就想这口水就流出来了 那我就搞不懂了 为啥这食物只要放进火锅里 涮一涮就能这么好吃呢 这个简直是吃货界的十大会解之谜呀 说到吃货呀 我可能还只是初级选手 下面带你们来感受一下 高级吃货 哎呀小美之朋友圈啊 你看一看 它真的是达到一种境界了 做一个好奇编辑 因为职业的关系对颜色会很敏感 就算是红色在我眼里 也能看出来一百种红 比如牛肉红 烤厨体红 烤鸭红 草莓红 硬桃红 盐灭红 西瓜红等等 专业水平如此之高 真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观察力你应该去当画家才对 看来在事后的眼里 区分颜色是靠食物来区分的 看这个小美说得头头是头 真是不服气不行 同样让我不服气不行的 还有胡尔风 明明都会胖成一个球了 还能在朋友圈里说出这样的话 我认为他应该是放弃治疗的 奶茶使我丑陋 薯片使我丑陋 火锅使我丑陋 饮料使我丑陋 糖分使我丑陋 油炸使我丑陋 丑陋使我快乐 我要天天丑陋 零食表示这个黑锅他们才不背呢 做得你哭得像个250斤的胖子 哦 是吗 有点料你每天照着镜子吃这些呀 看你还吃不吃得像 不知道为啥 从华尔风的话里 我总能感受到一种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勇气